本期视频将为你简述日本咖喱的意识 以及其中诞生了一些出色商品及特色菜药画本账片开始 1863年在日本浅欧使团的船只上 有位叫做三宅秀的年轻人 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了同行的印度船工进餐的样子 他说其人以辣椒碎添于饭上 在淋以芋头般的丑虎之物 然后就徒手搅拌抓食起来 据说这短短几句记录 便是日本关于咖喱的最早书面记载了 但可惜的是 三宅秀由于对这种来历不明的食物心怀慰藉 所以他并没有尝试 因此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个吃咖喱的日本人的成就 8年后的1871年 一位换作山川剑刺狼的公费留学生 在一艘驶向美国的船只上 面对更加生疏的西式餐点 终于勇敢地做出了尝试 将相对熟悉的咖喱米饭尝住了自己的牌中 由此在日本的咖喱史上留下了亲切的一笔 此后短短的30余年间 经历了明智为心洗礼的日本 先是在军队体系中喊出了要获得不属于外国人的体格 就必须吃肉的口号 此后在时代的永朝下 日本整个民族的饮食风向 也从以米为主 服以菜书于货 并讲求食材原汁原味的淡粒口味 逐渐转向西化 从而给了咖喱在日本落地生根的基石根底 于是在明智38年 善于学习钻营的日本人 就已研发出了本国第一款商品化的咖喱粉 风咖喱 不过大家可别忘闻生意 日本当时所谓的风咖喱里面 可并无什么风乳花蜜 人之所以叫这个名 是因为创始人金村迷兵卫 某天正在仓库里制作咖喱 结果无意间抬头一望 发现窗边恰巧有只蜜蜂 正沐浴在朝阳下振翅而飞 金村因此大受感召 虽将自己的咖喱产品定名为了风咖喱 而当风咖喱作为开路先锋 在市场上首战告结后 日本随后又陆续出现了很多本土的咖喱品牌 这些本地品牌 后来逐渐取代了之前 居于霸主地位的英国调味公司 科罗斯与布莱克威尔 而在本土化后 咖喱在日本也彻底卸下了奢侈洋食的伪装 真正成了一种售价低廉 适合家庭日常食用的美味好物 日本可能是出于地狭人仇的国家特性 以及二战后经济一跃而起 民众们日不暇挤 忙于工作的社会形势 故此在上世纪末 诞生了众多的方便食品 而咖喱料理包就是其中的一个大类 料理包要论起出身 其实属于军队饮食的序列 原本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陆军为了代替罐头 所开发的新型携带式口粮 是一种将食物加热加压杀菌后 装入真空的包装袋中保存的技术 与传统的罐头一样 它也可以常温保存 且不需额外的开罐器配合 因此非常适合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身心俱疲的日本上班族们 于是在昭和43年 世界上第一款咖喱料理包 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这就是由大种食品研发的笨咖喱 此款产品上市时 还聘请了擅长动作片的 女演员松山荣子担任形象大使 而这位面容搅好了昭和女星 反复向观众强调的 就是说这是一款 由百分百牛肉加新鲜蔬菜制成 只需隔水加热三分钟 就能寄享美味的化时代食品 并且其包装袋 还是由聚脂纤维 铝箔聚饼锡三层构成 可在常温下保存两年之久 而其价格 相较于当时餐厅售卖的 百多块一份的咖喱饭 更是只要八十就可带回家 因此意境退出 便大受关注 随后不久 始建于1913年 总部位于大阪的好市食品 也开始跟进生产 自己的咖喱料理包 嘎嘎乐系列 两家公司在市场端的 齐峰对手连年竞主 让咖喱料理包 逐渐深入了日本人的饮食生活 时至今日 随着日本单身独居者的增加 对于这种商品的需求 更是与日俱增 据说现在的咖喱料理包品牌 日本也有超过100个 它们遍布日本各地 而在彼此的激烈竞争中 当然就诞生了一些 极具地方特点的上上佳品 比如来自渣谎的 汤咖喱之素 时刻在制作时 只需要随便买些食材 然后加水煮开 再倒入本产品 几乎就能得到一锅 渣谎名产 汤咖喱的完美复刻 因此它也是前往 北海道的游客 几乎人人必买的 伴手好礼 由东京都率先研发的 蔬菜我最大咖喱 则是标榜营养健康的品种 内含大量马铃薯 胡萝卜洋葱 番茄等新鲜农产 是这款咖喱的最大特点 与这种素食咖喱 完全相反的 则是由盛产高品质 和牛的松板线 生产的松板牛咖喱 据说这款咖喱 是以大块大块的牛肉 另加独门香料 在服役蔬火 温火慢炖而成 味道那是相当的瓦塞 与之风格类似的 还有位于大阪 以搞笑艺人田村县司 经营了人气烧肉店 田村道场为蓝本 所开发的炭火烧肉咖喱 其特点在于 它尽爽了辣度 和满满的肉块 能让食客感到充分的满足 而地处九州西部的长崎 作为从江户时代 就有了国际贸易港口 其特产是由风味馆制作 偏具法餐调调的牛尾咖喱 其料理包中 更是含有严选后的 整块牛尾肉 按照法式酱汁的烹调方法 精心熬煮 滋味优雅 入口计划 然而最具传奇色彩的 还要属鹿尔岛出产的 甜酒咖喱 这款猪肉咖喱 之所以以甜酒为名 是因为其开发者 河内军本铺 原本是一家 出产高品质甜酒的 百年老店 后来因其以制酒的 米曲残料喂养猪子 所以产出了一种 香气独特的曲臀猪肉 甜酒咖喱之名 一因食用此肉而来 与印度本土 因菜调香 两体才艺的技法不同 刻板的英国人 习惯的是 应用固定比例的咖喱粉 来组合搭配各种食材 最终循规蹈矩的制作咖喱 而日本 显然从这个 天分不高的 授业老师之外 清除于蓝的 走出了属于 自己的咖喱之路 这其中最引以为傲的杰作 恰恰是日本人 自己所谓的欧风咖喱 欧风咖喱是一种 以高汤为底 再加红酒调味 颇具法式料理神韵的 咖喱制法 是日本人 引用欧洲文化后 以自身创意打造 但又不真正存在于 欧洲的神奇流派 也是日本咖喱 温润平顺 柔和秀雅的集中体现 而最能体现 这种东西融合的具体食物 可能是如今 依然风靡日本的咖喱面包吧 此物的来历 据说始自昭和二年 东京一家名为 明花糖的西餐厅 当时餐厅老板 是想做一款 以咖喱为馅的西式面包 但如果按照 传统的烘烤加热法 则含有大量水分的 咖喱酱汁 必然会随着面包的膨胀 而挤压一出 所以在屡次三番的尝试过后 以油炸取代烘烤的方案 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 咖喱面包由此诞生 并且经过油炸后的面包 外皮酥脆异常 反衬得内中汁水风营的 咖喱也更加浓香 两者的搭配 当真是相得一张天作之合 另一种同时兼具 东西方神韵的日本咖喱食品 是源自北海道的白咖喱 它的特点是 极力减少了 原本在印度咖喱中 不可或缺的姜黄的用量 反而大量加入了味道浓甜 色泽洁白的奶油 使其最终重现出一种 外表类似欧洲奶油酱的 浅色咖喱 而为了使白咖喱的色泽 不过分单调 与其搭档的辅料 就更要讲究了 比如大分线出产的 和牛白咖喱 就是以白色为基 再以红色的 浮沉字和梅干点缀 这种红白双色的搭配 在日本文化中 还极具喜庆之意 因此这种咖喱 也是公祝道贺时的 绝佳礼品 当然更多的时候 餐厅老板会直接 以番红花为米饭上色 用金黄的米饭 来充当白咖喱的搭档 另外社会环境 与地理条件 也是促成咖喱 最终走向的重要前提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 可能是源自 扎晃的汤咖喱 和发祥字 大阪的香料咖喱 咱先说汤咖喱 此菜据说 最早限于1971年 有一家名为 的吃茶店发明 且当时是一种 以药膳为噱头 向客人推荐的食物 后逐渐发展成了 如今的样子 而汤咖喱之所以 能够流行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由于 扎晃所处的 北海道地区 气候严寒 故当地居民 惯于追求能让身体 暖和了食物 而汤咖喱中的热汤 加上其中大量 能够刺激身体发热的香料 都是让人们提高体温 抵御寒冷的最好选择 并且由于 整个北海道地区的人们 都适时拉面 因此有所雷同的 汤咖喱自然更容易接受 另外由于 北海道的 更地面积 独占日本的四分之一 因此在蔬菜的 获取上 具有天生的优势 所以汤咖喱的最大特点 就是其中 大块大块的蔬菜 并在制作之初 会以鸡骨 加蔬菜熬汤 且汤汁与配菜 采取的是 分锅烹制的方法 直到成菜前 方台将二者合二为一 而据说 食用汤咖喱的最好时机 也恰是在 刚起锅的那一刻 而以独特的饮食文化著称 曾有天下的厨房 支撑了经济名称 大阪 则是香料咖喱的发源地 顾名思义 香料咖喱 乃是一种 极端强调香料风味的 别样咖喱 与大多数咖喱 讲究融合的思路不同 香料咖喱走的是 将香料 直接洒在酱汁上的吸路 这种不合规矩的烹饪方法 乍一看 可能与大阪人 标榜的开创精神关系密切 但实际上 更为客观的原因 可能更多的 还是由大阪 较为轻松的开店环境造就的 在大阪 存在着大量 以分租形式 存续经营的店铺 同一间店 在白天 可能是A老板经营的吃啥店 但到了晚上 便又成了B老板经营的居酒屋 这种分担风险 节省成本的模式 给了很多 并非厨师出身的年轻人 尝试开店的机会 他们中的很多人 都是自觉成才 因此也并无 专业厨师那么多的观念束缚 这反倒给了他们 更自由的空间 发明了这种独树一帜的咖喱 而这种全无定规 无拘无束的理念 其实也正是咖喱 能够传遍世界 百花齐放的奥秘所在吧